日前42岁罗志祥去年4月 燕遭前女友周阳青 在微博爆料私生活并分手 不仅演艺事业停摆 形象也受到重创 传绩都市的他 近来为回归演艺圈 平视水温 不仅在YT开设 是有TV频道 还在社交媒体上贴出 录音室录音的照片 疑似在为新专辑做准备 台媒掌握消息称 罗志祥将于本月重返歌坛 推出全新单曲回归歌手本业 回归歌手本业的罗志祥 此次为了睽違歌坛两年的 全新作品 特别找来韩国音乐人合作 而选在11月线上发行新单曲 更是为了让新作品 能符合金曲奖的报名资格 至于先歌发行上架 随时交友进来 正逢人士大地震等 华纳唱片旗下的 全球独立音乐分销公司 此场牌简称ADA发行 距离上张专辑 No Idea已有两年时间 罗志祥将先发单曲试水温 看市场反应再决定 已录制完成的新专辑 推出日期 目前时间暂定明年初